大家好,我是卡姐 在去年12月26日,即是上個星期 現在已經是二、四年了 《家東明報》登了一篇報導出來 說有一個33歲的年輕,都算是年輕 靠自己白手起家,已經擁有四個物業 每個月的租金收1萬5千元 說她是本地出生的 但是看她的樣子應該是父母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 她現在四個物業的價值是314萬家子 她說讀大學的時候已經立志要買磚頭 而且她的父母至少跟她灌輸說要讀好些書 找一份專業的工作 然後就買一兩個物業拿手 她就在Mcmaster University公讀工程專業 讀大學的時候已經留意大學附近的房子 那些房子很多時候都是一個物業 全部將單間逐個逐個房子出租 其實這種出租形式 在加拿大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 基本上各大城市都有這種方式 當時也沒有很多房子可以租出去 多數都是一些獨立房子 那獨立房子就是 起碼裡面有三四間房子 都是這樣斬件租出去 這些就是不是很新鮮的事情 在大學附近 特別在溫哥華、Simon Fraser 或者是UBC都是很多這些房子 但UBC那邊的地價比較貴 多數都會在一些東區的地方 有巴士線道的地方 那些房子都是這樣租出去的 有些業主還要在自己的房子 租個Baseman 或者租個正層兩個房子出去給別人 等於跟租客一起共住那間房子 這些就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我相信這個年輕人的父母 就跟阿卡姐那個年代的人 因為他33歲 所以以前的人 我們這代人 就個個都是這樣做的 說回這個年輕人 他就說他在讀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出去兼職打工 又產草 又去送貨 又去推銷賣的吸塵機 總之呢 有什麼工他就去做什麼工 也都在他讀大學的時候 有一家財富雜誌 是500強公司選出參加一個在職的實習機會 他就去參加了 他又得了這個機會 這間公司就免費提供住宿兩年 他又省了 省了他自己的本身 他自己的住宿 到了他大學畢業的時候 他的銀行已經存了8萬8千6百元 那麼他第一間房子就在咸美頓 就是多倫多的咸美頓市 一個價值44萬3的一個物業 就支付了20%的首期 那麼他就開始去做這個分租的業主 那麼你也都是在他置業之後 他的房子就租了給7個大學生 那麼我不知道他收多少錢 怎麼都有1千元一個 那麼你那間房子就7千元 那麼當時如果他是在那個時候 2016年買的那個利息也是很低的 有些你真的可以傾到1.9厘 這樣而已 是很低息的那個時候 畢業了之後 他不僅是一邊做業主 那麼他就還是在那間實習公司那裡 就做一個應用的工程師 之後又當了一個客戶經理 他那個把所有的收入去賣更多的房子 從2017到2021年 他陸續買入了其他的房子 又在2022年 以70萬個價格就出售他2017年那間房子 賣了出去 即是他四十幾萬買的那間房子 他就以七十幾萬買出去 差不多double的了 那個屋價不是double都差不多了 他又被那間公司升為更高的職位 甚至呢 又調去美國芝加哥那裡做事 那麼他就用賣屋的錢 還了那些學生借貸 他應該是借到盡的學生貸款 還有還了那些信用卡 也都是用了六萬八千三元 那個首富在安省那個溫沙市 就買了一套屋了 其實溫沙那邊的屋呢 就很便宜的 溫沙市呢 跟美國的底特律城呢 就是一何之隔的 那底特律那時候的治安很差 因為沒有了那些汽車製造業 那好像死城一樣 大家都去報道過了 所以在那塊地方的屋呢 就超便宜的 他買的那些屋呢 在多倫多的那些屋呢 都不是一些比較是貴價 或者是一些好一點的一些 城市的地區呢 可以這樣說 因為大多市很大的嘛 是吧 好一點的地點 他都不是啊 他全部是買一些邊際的地方來的 那他現在呢 就跟他的太太呢 和他的女兒呢 就住在芝加哥 那麼就在加拿大呢 就擁有四個物業了 那麼他的價值呢 就是314萬的 那麼現在呢 他四間屋呢 就肯定是租了出去啦 那麼就總共有28個房子呢 就是出租的 他每個月的租金呢 就收15000 那麼其實都不是很貴的 15000的租金啊 還有呢 就說他的年薪呢 就是25萬的 就是應該是加幣來計算啦 他的年收入啊 都是屬於高薪的 其實我自己個人認為呢 他是 有一點點是槓桿的原理去買屋的 你可以計得出的 就是我們買開屋的人呢 我們就會計得到的了 他有百萬幾元錢 應該當時 或者他家裡都幫一下他啦 或者是怎樣啦 因為你買成四十幾萬個屋 你不是說你給首期啊 你還有很多雜費啊 當時還要 不知道他那邊有沒有轉名的 因為溫哥華這邊呢 買屋有轉名的 還有一筆轉名費的 都是不小的數目來的 有mortgage 但是他那個年薪那麼高 還有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 也是一個專業的工作呢 銀行呢 一定借錢給他的 那借錢 但是那個利息你都是要給的 如果他早幾年買的時候 就趁那個利息低呢 他應該就是鎖了他五年 貸款年期那個mortgage 加拿大最多都是去到七年左右的 那個按揭 年期那個合約 那你又要renew的了 到那時候又不知道那個利息是怎樣 那如果五年應該都差不多到期的了 那現在的利息當然是高些啦 他不擔心那個債務 他就這樣說 他說如果是一些好的債務呢 他是不擔心的 而且他買入了那些物業呢 他都沒有打算說再賣回去了 他是希望盡可能有更多的資產 產生足夠的現金流 有債務是正常的 是良性的債務的 那這篇報道就這樣寫了 我自己怎樣看這件事呢 那很多我的朋友看完之後 喂 傻姐 你們以前年輕人都是這樣做的 是的 以前你如果在七十年代尾 八十年代初買屋是很便宜的 買泊物是更加之便宜的 我說便宜的意思呢 是以前那個屋價 和現在的屋價去相比那個價錢 而不是說當時來說 是很便宜的 而當時買屋呢 其實在任何的年代買屋 你在當時買屋那個年代 計算你的收入 和買屋那個金錢 都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數目來的 買屋就是人生之中最大的購物清單來的 不容易的 因為當時那個人工也都是比較低的 都是很艱難才去存得到那一筆的首期的 城市裡面靚地段的屋呢 始終都是對於當時來說都是高不可攀的 都是有些人到中年有經濟基礎 或者在海外移民過來那個時候 可能在原居地賣了他們的產業 帶錢過來才能買得起西區西溫那些屋 如果你說那些年輕的白手輕家那些 就多數都是由鄉村包圍城市 最初都是買一些城市附近郊區那些屋的 是一年一年這樣逐點逐點這樣 又買又買買買 and sell 這樣 就換回到城市比較旺的地方而已 而在七八十年代 由於加拿大的大學大量去招收一些留學生過來讀書 也都有些外省過來 在BC省溫哥華這兩間的大學讀書 當時都是房屋不是很夠的 很多的留學生都是租別人的basement 幾個學生一起合租 或者就是有一些業主 他就是自住一間屋租一個basement給人 當時在本地長大的人 特別華人子弟 就真是很聽爹媽的話 勤勤力力出去找一份工 找一份工你不要怕辛苦力去力翻 很多時候都聽了這些家教 去找工作的時候 就不是找一些舒服工的 多數都是找一些很辛苦的工 那你辛苦的工 相對來說 你的薪金是多幾元的 很多時候你去一些西人的餐館打工 無論你是做廚房也好 做樓面也好 你懂英文的 是不是 你在這裡讀high school 那你懂英文 你就多數去一些大連鎖的飲食集團那裡做 去這些這樣的集團做 多數上班的那段時間 就是包一個飯餐的 怎麼都會包的 他們那些大型的西餐廳 就不是說好像唐人餐館那樣 集中在一起 員工一起吃飯 他那些就不是的 每一個班次不同 你回到去 要麼你就先吃了 要麼你就下班才吃 你可能放了學過來 打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就是不一定四個小時 有時三個小時 他都是包飯餐給你的 你已經是有一餐飯吃了 是不是 不需要買飯吃 有福利 這些多數你如果是做得久 他都會有牙醫 配眼鏡 有這些福利 一定是有的了 所以那時候找工 就不會找一些舒服的工 去做什麼售貨員 肯定不會了 這些好看不好吃的工 對於有理想 有抱負 有將來計劃的人 就不會去打那些舒服工 也都很節省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以前那些華僑妹 那把長髮是很漂亮的 又長又厚 唐人妹那把髮是很漂亮 一個越南妹也是 長到落腰的 上班的時候當然 那把髮就要紮起雞 還要戴一些工作帽 那把髮是為什麼呢 我又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就是因為 就省了 不想他經常都去剪頭髮 所以那些頭髮就越流越長 就是這樣 看到那些鬼仔 就看到我眼睛 說你們那些唐人妹那把髮那麼漂亮 就是因為 節省 就十年九世都不會去剪的了 也都不會花這些錢 很多時候 假節日的時候 就自己要安排 又要做功課 做project 但是又希望 如果有哪個同事 他叫你頂班 頂一個ship 就多數都自告奮勇去頂的了 頂多一間 又多些錢 多數那些 就會在拜尾 拜尾 就是去頂這些這樣的班 你如果由第十班 開始做到十二班 那你就是 讀大學之前的前三年 你都會是每一日如是 放了學就去上班 相對來說 怎麼都會是賺了一個首期回來的了 因為 那個年紀呢 你是 還是 在家裡住的嘛 還是 吃著爹媽的飯的嘛 是吧 那是真的省到錢的 因為你 拜尾已經是 排了班的了 那你都沒有什麼時間 去 玩啊 吃學玩樂啊 購物啊 購物啊 這些根本上就 都不知道 外面的百貨公司 興什麼 不知道的 也都不會去 是不是很省錢啊 只是懂得賺錢 還有在一些高級的西餐廳那裡 做呢 特別你自己做廚房那位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興趣說 休息啊 約誰去一些餐廳那裡吃 因為你每天都對著那些東西 那些餐都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我們上班吃那些員工餐呢 都是 在那個餐牌裡面點的 當然啦 就不是說點別人是貴價的那些 就是點一些很普通的 漢堡包啊 三文治啊 湯啊 甚至一些 日頭的早餐 那些都是任你點的 任你吃的 所以都不是說 行食啊 約誰去餐廳啊 沒有的 咖啡也有得喝 是吧 汽水更加之有得喝 根本上那時候那些收入呢 就真的有入就沒有出的 每一個銅板 賺到回去呢 都是全的 那時候是 每個月 那他就分兩期出糧的 那張Paycheck 那就入了個帳戶 都是去對一對數的 那就算的了 就絕對就不會說去拿出來用的了 就算16歲之後 考了個車牌也好 不會說買些什麼靚車 新車 那部車可能都不知道 第幾手的車 殘殘舊舊的車 都是好慳好慳 總之就好慳 又沒有什麼人看你的身世 穿什麼靚的衣服 上學你知道在加拿大就很cassle 讀公立學校 根本上又不需要穿校服 有些衣服可能都是 阿哥阿姐 他們換下來 你都可能去 撿來穿 或者是 都會去買過一些新的 但是那些新的 都是一些很便宜的衣服 來的 一雙波鞋走天崖 回到公司 也有那些工作服給你的 所以那三年 就是 認認真真勤勤勤勵 去賺錢 中學畢業 基本上 如果是生生生生的 省省省省省的 然後那些就慢慢供 當然 你買了房子 一定是租出去 你沒有理由自己搬出去住 還是買有地的獨立房子 不是買公司 一到十九歲 你去法定年齡 自己已經是擁有房子 你去讀高校第一年 你已經是榮升業主 很多都是這樣 每個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種故事 可能現在的人聽起來 就很新鮮 但是以前 就差不多 每個都是這樣的 勤工劍學 沒有人說 放了學就回家 去打籃球 去吃下午茶 沒有的 就算那些家庭 是很富裕的那些 我有些同事的家庭 都是有錢的 他們的子女 都是這樣出來 是放養式的 你自己去賺錢 你自己去賺工 我覺得這樣的家庭教育 就沒有了那種 富二代 我要出來 要援耀 我有多少錢 身家 我是什麼家庭 沒有的 沒有人聽你說 你說也不想聽你說 對吧 因為個個都是勞苦大眾 個個都是勞動人民 誰聽你說這些 除了上班 回家 還有一堆功課要做 有時候 家庭弟妹問 姐姐 你們公司的員工餐 是不是很好吃 那些Burger 是不是很好吃 那很多時候 一聽見這麼說 那些員工餐 就收工的時候 就做好 就包回家 自己連吃都不捨得吃 就回去給弟妹妹吃 回到去 多數家人 已經吃完飯了 吃完就做功課了 真的是艱苦數月 所以那段時間 就是拼命了 但是也很感激 有這樣的機會 你就會知道出來 捱得這麼辛苦 那你是不是要定一個目標呢 我將來要選一些什麼科目來讀呢 或者我有些什麼創業的理想呢 你會在那些艱苦歲月裡面 你就會萌生很多的想法 那你就會跟自己定個目標 當然啦 又不懂賣什麼金融股票的 是不是就買樓 那時候你去買 不是說城市比較當旺一點的 街的那些 那時候的屋子是幾萬元 那你如果是儲到有 七千多元 八千元首期 那都OK的了 都可以是上得到車的了 哪個時候比較容易呢 我就覺得是哪個時候都不容易 哪個時候都是很艱難的 就是看你是否咬緊牙關去做 就是好像剛才說這個多倫多這個年輕人 都33歲了 產草啊又送貨啊 我那天就跟朋友說 我向著這個目標走呢 是很多機會的 不要說加拿大沒有機會 其實現在加拿大 語言沒有問題的話 那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我那天才跟朋友說 如果是年輕人 就不要去想拍什麼視頻 其實真的 你拍了下去 你才知道 你是連喝一頓茶的錢 有時候都不夠的 真的 是完完全全 是在這個Youtube那裡 你是這樣去打發一下時間就可以 如果我是年輕 我就會是送貨呢 我會駕貨車去送貨 送貨也是挺好賺的 有些年輕人 他們是開那些貨櫃車 貨櫃車司機也是很高薪的 還有你說 我不想駕車 不想駕車 好像游游一樣 游游 你游一個公室 或者游一間townhouse 或者是一間獨立屋都好 每次都已經上到去 一兩千兩三千 或者七八千元的 游游是很貴的 那你游游沒有什麼技術可言的 上網看兩下 你就知道怎樣游的了 封一些邊 怎樣去滾那些游漆上去 怎樣去鋪地下 游漆這份工 我覺得就挺好的 就好過你說搬屋 你有時候搬屋 夠不夠力搬呢 你不夠力搬 你跌了別人的東西落地 很嚴重 有一段時間 都很多人 是做搬屋公司的 搬搬一下 可能那些人都已經沒有力搬 年紀大了 就沒有力搬 幫人搬屋那些 其實 油油啊 裝修啊 水電啊 在加拿大呢 真是賺錢沒有人知道的 那天才和我朋友說 如果你的兒子想去拍YouTube 我就勸你 碰你也沒有碰 你說真是現在你是無憂米的 或者是退了休的人 那無所事事的 或者是拿來做一下興趣的 OK Fine 沒有問題 但是呢 你年輕 就不要去浪費那些歲月了 找到那份收入好的 你就會想到去買屋 你就開始去買 你不一定把眼光放在溫哥華的嘛 你放遠一點都可以的嘛 你放去一些 樓價便宜一點點 如果我是年輕的 我現在要創業的 我也是剛剛在廚師學校出來的 我會去西北地區 我會去那裡打一輪功 我就去創業了 是啊 現在去我們的西北地區 現在那邊是很興旺的 陷探 開曠 那邊非常之 蓬勃 現在好天氣的時候 又有些旅行團 上去看北極岡 你那邊就少競爭 當然啦 那邊就比較寒冷些了 是冷的了 很多店舖都是做半年生意的 我記得呢 在黃都鎮 有一間是Vancouver上去做的 做那些日式料理 嘩 好生意到不得了啊 它是獨市生意的 越大雪風門呢 它就是繼續去開的 它都 所以 很多人都湧在那裡等位的 翻桌又翻得快 每張單都七八十元 百多元 這樣 只是做 就沒有什麼機會 說花錢 這樣就很容易 是儲到錢的 為什麼說我們那時候 會去那些扶仔那裡 開餐廳呢 真是獨市生意來的 你如果在公路那裡 將公路分開三個段落 三個段落都開一間 中型的西餐廳 公路的這個段落 所有人吃飯都去你那裡了 大包抄啊 第一間不吃 你又要吃中間 中間你也吃不到 你就吃最後那間 最後那間你吃不到 你就不用吃了 你又不知道要開一兩個小時 你才找到一些鎮仔 可能 未必 有 餐廳的 有些 它是有些濕仔啊 有些 小小的雜貨店 這樣而已 有些都未必有餐廳的 所以以前的人開餐廳 就大包抄的 一頭一味 你一定要光顧它 所以呢 一定是鄉村包圍城市 向鄉村那邊發展 賺到錢了 就慢慢回來 是吧 你去那些鎮仔 現在其實你去西北地區都不是鎮仔 是大鎮來的 算是大鎮的了 現在很多公簽的人 拿工作簽證的人在那邊工作的 有很多餐廳的 還有呢 那裡有我們加拿大最大的鑽石礦在那裡的 有很多礦藏在那裡的 陷探啊 開彩啊 你說幾多這樣的公司在那裡啊 那些人的人工也都很高的 很捨得花錢的 很捨得吃的 特別在冬天很寒冷的西北地區 它可以去到零下四五十度的 那你說那些人有什麼娛樂 是吧 那多數呢 如果又有一個新的商場 那你可能開在那些商場裡面 又有暖氣啊 又有停車場啊 那些人呢 都已經是習慣了的了 在雪地裡面開車 是吧 那他一想到 在家裡無所事事 就會出來 去找餐廳去吃東西了 我就說 我如果年輕呢 我一定會在那裡創業 我一定會是 挨幾年寂寞去賺錢 這個就是我會這樣做的了 如果說 潛氣那些藍領工作啊 我不想做一些這麼辛苦的工作呢 那就要 自己也都要立一個 這個理想就是 你拼命去讀書 讀一些專業資格出來 做醫生 做醫生你都是要選的 你不是說做家庭醫生 可能都不是賺得太多的 你去一些手術科的 好像腫瘤啊 心臟啊 眼科啊 腦科啊 這些呢 那你才賺得太多錢的 你做那些科目的那些呢 那就應該去美國做 美國的醫生呢 收入呢 相對比加拿大 這一類的醫生收入 高一點的 或者你做護士 護士的人工都可以很高的啊 美國也是收入很多專業護士 特別加拿大這樣的 專業護士資格的人 過到美國呢 他們真是 大開中門 希望你過去的啊 總之 做什麼都無所謂 最緊要呢 人呢 你要定一個目標 好像這個 年輕人一樣 是不是 他也有個專業資格啊 那麼他啊 現在 做到那份專業的工作 那個年薪也都不錯 是不是 33歲 他算是 人生的勝利組來的了 又娶妻 又有女兒 又有物業 這個人只有33歲而已 那麼我覺得 今天呢 怎麼都要把他這件事呢 拿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真是做些年輕的人呢 你就要想一想啦 他做到 其實你自己也做到的 他那些 沒什麼秘密的 他都說了出來的 他什麼都攻打的 他在讀書的時候 就是 一個想法就是 賺到錢就去買磚頭 他都說得很白的了 我自己個人覺得 不怕去捱的 不怕去辛苦的 因為 除了你是 富二代啦 是不是 你家裡 千萬家財啦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 普通人家庭出來的 子弟 除了是 讀書改變命運呢 就是 你去 勤力 儲蓄 理財 其實理財這件事呢 就是學校都沒有教你的 你就算是讀到金融那些 他只不過 他教你那些金融技巧方法的 但是 理財這件事呢 是根據你自己個人 財務 你自己 袋裡面有多少錢 你可以做得到些什麼 這些呢 是靠你自己的 腳踏實地 不去冒險 不去大手大腳去花錢 不要說 一有假期 去日本 去哪裡玩 這樣 其實 玩了回來 又如何呢 錢 花出去 是很容易 也可以很快 但是 找回來 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來的 很多事情 不一定說 你那份工是 長做長有的 有很多人去打打一下那份工 那怎麼知道 那間公司倒閉了 或者那間公司又不知道 要裁員了 那個時候 又lay off了 那份工 就沒有了 是吧 就算你說我立刻找回來 立刻找回來 可能都要兩三個月 那你那兩三個月 只要洗 要吃 要生活 開支 那如果你說 我早早地已經有個計劃的了 這樣 那如果你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被動收入去補貼一下 不要說太多 一千幾百也好 那 這樣都可以是 道到難關的 那天就跟朋友說 我說 一定要把這個 年輕人的事 說出來 那當然 他應該就是 下一點 首期 就去一間一間買 因為他 覺得他自己 有一個很豐厚的年收入 他那份正職 他又不怕 每個人都不同的 也都不需要學他 所有的投資 都是有風險的 就是因著自己的袋 有多少錢 就去做多少事情 但是前提之下 我們首先要努力 去儲蓄到一筆錢 才可以說 有投資的本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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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